但目前台湾还是有一股反服貌的宣浪 甚至台大政治系也有连署 这当中国民党荣誉主席 连战的女儿连永新也加入了 对于连永新的这么样一个连署反暴力 她的哥哥连胜文今天怎么回应 来回连线 邵玉民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连家的动态一直都备受关注 尤其是即将要搅逐台北市长的连胜文 连胜文的妹妹在24号参加了台大政治系的连署 要连署来反这个江仪化 不过连胜文对这件事情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先听稍早访问 就我了解我妹妹是有朋友在立法院这边 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思维 那么至于说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那我没有跟她讨论过 所以我没有办法帮我妹妹回答这样的问题 所以有关我妹妹她的一些想法 可能各位还是可能必须要去问她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我只知道她有些朋友现在也在立法院这边 那其他部分我可能没有办法帮她回答 我不能讲说 就像我讲 我不是很清楚我妹妹对这一个事情上的态度 不过她总是支持比较有理想的一些这种做法 那么我想这方面来讲 这是我唯一了解 至于她为什么会去参加这样的连署 这你可能还是真的要问 好的我们刚才有听到连世文说 本身连永兴她就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人 也是比较支持理想的年轻人 那另外呢问到说 这一波的学运会不会影响这个年底的七合一选举 连世文她也坦言当然会影响 只是这一波的学运会怎么落幕 她也希望说可以和平的解决 也呼吁尽快让双方都面对面来对谈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将镜头交还棚内 好来看到连世文她表示说 最后的妹妹呢是一个有理想性的人 也因此她不干涉